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要把人民对健康的需求作为奋斗目标 卧省在甘孜州石区县打响了一场斗虫癌的健康保卫战 两年时间包虫病防治试点成绩斐然 今天在成都参加包虫病与人寿共患韬囊虫病控制国际学术会议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就被石区经验点赞 包虫病防控成都宣言也在今天发布 本次会议由世界卫生组织与省卫纪委等单位共同举办 与会专家主要就包虫病的控制消除诊断治疗以及监测工作的更新迭代等内容进行了探讨 我省甘孜州石区县包虫病综合防控经验受到世卫组织专家的肯定 防治包虫病的一些不利影响和生活习惯都通过科学普及和带有强制性的全的防管控 应该说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石区的经验是值得推广 而且特别是多部门合作来看见这个包虫病的这个传播的话 这个做的是非常好的 我们希望把这个工作模式应用到其他的藏区 让与会专家点赞的包虫病防控石区经验究竟有哪些实招 这要从两年前说起 2015年我省在甘孜州石区县启动包虫病综合防治试点项目 首个发力点就集中在了免费的拉网式筛查上 当地居民青梅拉蒂在筛查中被确诊为早期包虫病 医生给他发放了免费药物 通过一年多的服药 他的病情得到了很好控制 在石区县群众一旦被确诊患有包虫病 政府会免费发放药物 需要手术的患者还可以拿到国家两万五千元的补助 如果病情特别严重 治疗费用超过两万五千元的上限 线上还要兜底解决 通过我们的这个新闻活的保销 再加上了就是我们航母的保销 还有我们的这个民间的这个医疗救资和吃产机构 基本上那就老百姓 肯定不需要出这种包虫病的这个收拾的费用 而为了切断包虫病传播源 犬肢极其粪便 石区县配备了169名驱虫员 每月定时到农牧民家中给犬肢驱虫 登记家犬驱虫率达到99.7% 与此同时 为了保证聚居点饮水安全 2015年以来 142口新打的深水井 为聚居点群众提供了安全可靠的水源 以前喝的都是河里的水 有寄生虫 现在喝水井里的水 特别方便 特别好 在阻断传播渠道的同时 包虫病防治教育更不能马虎 全县在49所学校推广包虫病防治之歌 老师还要求孩子们 把在学校学习到的包虫病防治知识带回家 妈妈说为什么要洗手 我就说妈妈洗手 你们会除掉包虫病 目前 十曲线包虫病防治知识总体知晓率 由过去的30%提高到88% 6至12岁儿童新发现病人减出率 仅为0.28% 包虫病正从可怕的虫癌变得可防可控 在今天的会议上 由13个国家专家学者 共同签署的包虫病防控 成都宣言也正式发布 将建立一个由学者 科学家 企业家和决策者 共同参与的国际网络合作平台 加快包虫病的诊断 治疗和疫苗等领域的研究转化 不光是中国的专家 包括和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一到 一起合作起来 防控包虫病 我想作用会更大一些 和其他朋友也读过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